好 今天我們請到三對夫妻 可以說是具有代表性 因為這三對夫妻呢 都有一些衝突點 夫妻哪裡也沒有衝突點 但是每一個衝突點都不太一樣 有的是有年齡差距 有的是一級一慢 有的是有冷暴力 有的是很愛乾淨跟很愛亂 好 所以... 每一個都不一樣 那我們還是請到兩位 一個是兩性專家 曾洋晴先生 好 我們來演 另外一個就帶了機器來 要幫我們測量一下的 這個黃瑋麗心靈醫生 好 黃醫生這個機器是測 她說是可以測謀 厲害... 但我們並不是在測謀 而是說 我們講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對於這個先生或者這個太太 她覺得關係有點緊張 好 好 可以啊 這是傳說中的明晰 對 其實今天我們很特別的喔 這個... 第一次我看到 張偉忠真的有拍她 真的 大家是不是 每一次她都看她在節目裡 都大...大獎特獎 講六年... 講了很多年 我們都覺得這個老婆是不是 假的 對 第一是假的 從來沒見過 第二 她把她老婆形容 有的時候聽起來 好像女王一樣的 對 每周一看到女王本身對不對 而且詹老師她又戴紅色眼鏡 我以前都覺得她有點娘娘的 一直很想出櫃耶 對 請問鄭正明有張太太 好 好...真的 還有女兒 對 證明了 可愛 好 她常常也講到她的女兒 說她的女兒不太理她啊 說什麼 很嚴重... 但是呢 我發現她其實喔 她們家裡是分兩派 三派 不是 四分五列 你是急的那一派 對... 她很急喔 很急 急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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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郎中 然後你就是要慢 慢 對 本來就是嘛 日子好好過 互補 互補對不對 他們年齡有一點點差距 你們年齡沒有差距嗎 我大了他兩三歲 你...他大你幾歲 17 但是最近他 我們比較像姊弟戀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差耶 現在你看 你穿的就是Superman對不對 不是 是Stupid 好 他們兩個呢 一個是隨性的 那Lulu呢是比較喜歡 比如說吃東西就是要買有機的 優雅的 優雅的對不對 是不是 你就隨便 到哪兒都好 最好在森林裡面 不穿衣服也好 是不是 是... 怎麼受得了呢 我對不起 怎麼會很好的 回歸 回歸對不對 好 請坐... 來 請坐... 好 那今天這個阿滴跟May結婚幾年了 八年 OK嗎 還有... 我現在是覺得這個機器讓我很緊張 對 我覺得不是這個回答問題 其實是機器讓我很緊張 對 你看她的... 你看她的那個心跳 94下有沒有 其實那個May就是 May剛剛醫生叫她放鬆以後 她還曾經到過60幾 70幾 現在我來問的時候 妳還活著嗎 對 她現在80幾啊 OK的啊 妳很緊張啊 而且你看她那個 醫生 對不對 她很容易受外界影響 她很容易受外界影響 我醫生請到這邊來好不好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們夫妻兩個 覺得最不適合的地方是 有關於整潔嗎 是 對 家裡有的人喜歡是乾淨的對不對 是 但是我是不喜歡打掃的 應該這樣講是不是 但是阿爹不讓妳請人來打掃對不對 他不喜歡 他覺得說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有錢到 可以請打掃阿姨來打掃 對 而且我覺得做到一件事情 你用完東西 然後放回原處就好了 只要養成這個習慣 家裡基本上不會太髒 那他就這一點做不到 這不是做不到 是你拿出來放在那邊用 你就放在那邊就好 之後再拿就直接在這邊 就在這邊用就好了 所以你怎麼還要拿出來 再放在那邊 那邊的時間 所以這就造成 他化妝的時候 他不在書妝台上化 他會在餐桌上化 不穿啊 對啊 所以就會家裡變得很亂 不是 因為只有餐桌那邊的 鏡子跟燈光是剛好我畫完 不會像鬼的那個顏色 可以睡廚房好了嗎 好... 其實這個是 這屬於認知上的不同 還是生活習慣的不同 這應該是生活習慣上的不同 但是阿迪你真的搞錯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要一個女士學習 把東西放回原位這件事情 很可能她要學一輩子 男人不是一樣嗎 不是... 不是 這位女士 這位女士 對不對 是說很多女生都是這樣啊 沒有啦... 有很多女生可能跟阿迪是一樣 你們兩個就真的很不同 所以當初就這麼吸引 當阿迪要運氣好的時候 我就要求整齊乾淨 當另外一個可能運氣不好的時候 就淋亂...髒亂不堪 他在反射你現階段的運勢 真的嗎 當然這樣子喔 這個我不討厭 醫生在 我們通常不能說髒為重 我們不同意髒為重 所以醫學...醫學來自於統計嘛 全學也是 所以要稍微謹慎一下 我跟張老師講一件事情 比如說過凍兒的下來 他的房間幾乎永遠都是亂 有的是髒而不亂 亂而不髒 對 我東西雖然亂 不是我到早的照東西 像宅如像人 看宅像就看這個人的運勢 好 報告完畢 換醫生 我好害怕喔 好害怕 好 我們還沒有提到這重點啦 對 其實我覺得阿迪通常 因為從偶像團體出來嘛 你們兩個人 誰到底會比較喜歡出去玩 誰喔 其實我覺得都會 但是我只要說 想到說有人要約我出去 我都會開始就是 我到底現在能不能出去 因為我會很在意他說 會不會生氣 對 然後他其實有時候 他雖然嘴巴現在都會明講說 你想出去就出去他也不會管 但是每次只要當 有朋友打電話給我 然後說今天可不可以 一起出去喝一杯啊 然後我就 老婆 我要跟誰誰出去 他就會 然後就 然後 他把天堂又來了 你哪有這樣 你都說沒有 下次我拍下來給你看 對啊 突然那個瞬間 那空氣會凌結 你知道嗎 不是 小燕姐 你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的本身 我的臉就是長這樣 不能怪我 我臉雖然很壞 可是我內心 是OK的是不是 是小女孩 他只是每次他... 有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就... 他就是說 我就會這樣 那... 誰打給你 可是我不笑 就...臉就是這麼臭 他都覺得我永遠在生氣 等一下說 其實妹也會出去玩 而且出去玩的時候 反正這麼High喔 不是不接電話 是我沒有聽到 有一天我真的拍戲很累 然後我回家就趕快睡覺 然後睡太半天都翻身 奇怪 床位為什麼是空的 然後起來我就 整個家裡找一遍 陽台 小孩子房間 書房都找過之後 我老婆不見 他三更半夜偷偷跑出去找 隔壁啦 去隔壁 對啊 然後我找不到人 然後打電話也不接 是後來他隔了一個多鐘頭 他才回電話 然後其實我滿生氣 我就說 那你這樣 你乾脆辦BeeBee Call就好啦 反正你想回你才回 夫妻有時候 因為這種事情會不開心 因為年輕嘛 年輕夫妻嘛 當然會不開心啊 我想阿滴他是一個非常善良 而且他真的很愛妹 所以他才會非常非常讚 有...他真的非常愛你 有 你都老是覺得我不在意你 真的 阿滴真的非常在意你 所以當他接到這個電話之後 其實很...男人 真的很喜歡跟哥們出去喝兩杯 那真的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可是他會在意你 因為他覺得 你可能在家裡帶下來 非常的累 這是好男人 但是你比較不在意他喔 你就說走就走 對啊 你說走就走 你叫你不要亂講 我可以反駁一下嗎 OK 因為他去的地方 永遠都會讓我是擔心的 那我去的地方 永遠都是跟女孩子打完了 可是我剛剛好像聽到 你也跑去喝酒啊 我喝酒都是跟女生 跟女生啦 她也是跟女生啊 對啊 所以我會擔心啊 李先生 為什麼他藍得比較多 他沒有藍色 所以說阿妹都很重定嘛 你看他真的超淡定 他不管怎麼樣都不會變 所以在這兩個人的關係裡面 一定是阿滴永遠落勢的 因為他太緊張了 他講一句什麼他要緊張 為什麼他就緊張 你真的被他騙了 真的他演得出來啊 沒有... 小燕姐 我真的要講 我相信黃醫師說的 我相信黃醫師因為阿滴他真的 你只要有一點點反應 阿滴他的那個起伏就很大 你真的被他騙了 沒有 我覺得被阿妹騙的機會 比較大 對 為什麼 你知道嗎 你跟女生去喝酒 難不成就沒有男生過來 搭山打招呼嗎 沒有 真的沒有 那是什麼店可以請教一下嗎 都是女生的店 全部每個店都是女... 每個都是女生 上次我們喝過一次真的都女人 等一下 這邊有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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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練會坐下來的時候 我是唯一男的對不對 對 夫妻生活鬧不和 寶貝女兒來作聲 爸媽常常會吵架嗎 算是飯不和 她在電視上講話很好笑對不對 回家她老婆想跟她講一些事情 她太太總覺得我要把這個故事講 是為什麼吵架 然後吵成什麼樣子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她就說有人死了嗎 有人死了嗎 我跟妳說 我要講故事真的有點吵 漂亮喔 我覺得阿爹是比較在意老婆的點點點 我覺得妳可能比較... 比較老實一點的男人吧 對 我其實比較傳統 覺得回家老婆應該把家弄得很好 對啊 飯也燒得很好 對不對 小孩也打理得很好 是不是 然後到了50歲的時候 所以是我作夢 她作夢 不是 婚姻童話故事是不能這樣演的啦 你要以你娶的老婆 是什麼樣子的人 來確定你的童話故事 但是她就是婚前婚後 完全是兩個樣子 兩個模樣 你愛她的時候她就是這樣 對 她其實沒有辯 她沒有辯 她如果... 什麼意思 沒有 其實沒... 我告訴妳 她不是這個個性 她當年就不會肯跟你在一起 對 對不對 你娶她其實是彌補你個性上 她是比較... 對啊 可以的 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們可以生孩子 我們不要怕 其實我會... 我會那麼愛她 那麼喜歡她其實也是 因為她這一點 她雖然私底下可能家務這塊 沒有辦法 但是她在她的想法 她其實很獨立 然後而且當如果我有困難的時候 她是讓我會 唯一想依靠 她會讓我有一個 就可以挺妳了對不對 對 你看我這樣子 她曾經因為我不會打掃 要跟我離婚耶 我又為了她這樣生小孩 然後我又... 又為了她這樣賺錢 然後什麼一肩扛起 然後就因為我不會做家事 她要跟我離婚 阿迪安 真的請個人來幫忙一下 沒有問題的啦 現在有那種計時的 她曾經就講說 不是啊 那個狀態是因為在 工作很多壓力之下 那已經覺得希望家裡是可以 讓我好好放鬆 休息的地方 可是一回家就發現 小孩子早也還沒洗 然後家裡一團亂 然後隔天又要上學 然後我可能家裡 回家睡個一小時 我又要繼續去拍戲 小孩子的便當 是我自己親手做的 然後我又要去工作 那我還要再去接小孩 然後我要再打理小孩吃的 然後我要再整理家裡 妳覺得我有辦法嗎 難免有時候真的累了 我沒辦法做家事 她後來看到家裡亂 她就會碎唸 那我覺得我已經很... 我一直跟想說 這東西可以用錢解決的 都是好事情 我贊成 有智慧 那我說那可以 那這個錢我可以自己出 我有賺錢 那我付 那我請打掃阿姨 她又不願意 她覺得我們家沒有到 有錢到可以請那個打掃 我覺得阿姨啊 妳是一個很要面子的男人 妳覺得妳錢賺的沒有那麼夠多 我們就要... 老婆就該打掃 其實不是 能錢解決的問題 日子可以好過一點 其實老婆開心 妳也開心 妳懂嗎 有的時候真的是老婆開心 妳也開心 對 老婆如果去打個牌 她很開心 妳也開心 然後她很開心的時候 妳就可以去喝個小酒 妳也開心 什麼樣 良性情況 對不起啊 醫生在搖頭 沒有 一般來講 女生開心是OK 可是男生去喝酒 如果跟朋友去喝酒 往往都是不OK的 沒有 對啊 從男牛OK 醫生 你這麼古本啊 沒有 真的從男牛OK過 黃醫師 妳說出了所有男人的心聲 不是 為什麼 妳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喝酒本身 其實真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不喝酒 好 但是我覺得男人還是要有一個 自己的朋友嘛 對 我覺得這是就是說 女孩子有一個女孩子的朋友 男人是有男朋友 就是互相要有空間 你們都很年輕嘛 所以你讓他開心 她讓你開心 你讓他開心 她讓你開心 這是夫妻長久 知道對不對 沒錯... 最怕的就是 這句話 可是小燕姐 為什麼要反駁就是各位來賓 包括醫生說 為什麼我都那麼淡定 然後其實他很緊張 他很怕我 可是其實私底下 是我超級怕他的 對 大家包括電視界的觀眾朋友 都以為我很強勢 大家都覺得說我在欺負他 可是私底下 都是他在欺負我 都是他在壓榨我 你知道我如果做... 我如果做一件事 妳都不相信 不相信就不相信就不相信 這是真的 你不要... 觀眾 你不要看我這一臉壞的臉 全都是怕我 好 我覺得老婆長得漂亮 或者打扮得凶悍 這裡頭今天看起來 比如說這個妹 看起來就是會欺負老公的 在這裡 黃仲崑 露露 你覺得誰會欺負誰 看起來...看起來是 你看黃仲崑一流狠樣子 這是黃大哥 但是實際上可能不是這樣 絕對不是這樣 那張維忠跟詹太太呢 你覺得 從面向來看 沒有一定投話 我一定投詹老師的票 你投詹老師一票 因為他根本連話都講不上啊 沒有耶 我覺得今天張老師 對不對 今天終於有機會讓張老師 然後他一直把那個風向 調到別人身上 他一直說 要把風誰啊 什麼... 所以你看 我們請詹老師 跟詹太太往上做一下 好... 好 我現在先問正仁一 平安 爸媽常常會吵架嗎 笑什麼 你看 張老師 這樣好合到100耶 是100耶 0...100啊 有沒有機器壞掉了沒有 而且剛才張老師臉是紅的 而且...而且妳媽媽是淡定的 完全是綠色的在上啊 綠色100耶 你們好開心喔 So happy 今天張老師很後悔 因為啊 他就是為了要打一本書 因為是2016年的開運農民禮 妳看 妳爸爸是個很著急的人對不對 吃飯他都是先點菜 然後先吃完 先走 對不對 先附帳 他都很不耐煩 我去車上等妳... 對 全家吃飯 他吃...他自己吃完了 就叫他們母女做的那 他都...我先去附帳 你們吃 我在車上等你們 討不討厭 討厭 非常討厭 是不是性子太急 對 張老師 妳連妳老婆跟妳女兒的心 妳都不了解 妳還了解什麼別人 而且喔 妳看他在電視上講話 很好笑對不對 回家他老婆 想跟他講一些事情 比如說 這社區裡面啊 住了一堆夫妻 他們在吵架 然後他沒有 他就...他也不得人家講完 他太太總覺得 我要把這個故事講了 是為什麼吵架 然後吵成什麼樣子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對... 真的有事 他可以講 妳說我還想講嗎 什麼走三步 騰空兩步 轉眼 背影怎樣... 不要告訴我這麼多 告訴妳後來打起來沒有 死了沒有 我只要聽結果 比較急躁一點 這是不是太急躁 對不對 但是我媽講故事 漂亮 這個是很基本的 這是很基本的 就是他們是很典型的 就是張老師是完全成就取向 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想我怎麼成功 怎麼樣可以做快速反應 那像張太太是關係取向 所以他其實是享受那中間的對談 是 可是現在因為太享受 所以又拉太長了 所以他們其實都要往中間靠了 所以他們兩個人其實是一個 不合 完全不合 不是 就是說張老師 要把經營夫妻關係 當作一種成就 因為對他來講 夫妻關係是理所當然的嘛 反正我吃完飯了 你們就繼續吃了 其實我很用心經營耶 我太太她需要什麼 我都盡量滿足她 物質上 生活上 包括她說 我現在身體不好了 能活多久不知道 我想拍個廣告 上兩個電視節目 我就心滿意足了 因為這樣子我來帶她 拍一個廣告 你講 真的講假的 就正好有一個阿同伯那個 壯癢藥我們去拿比賽 好明明 真的假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好一點睡的力都沒有 等一下...我現在瞭解 其實... 做兩個怎麼會找妳 對啊 怎麼會找妳嘛 我覺得他們兩個今天我瞭解 其實張維忠是一個 就是妳講的 就是成功取上的 可是我覺得張太太是一個 活在自己世界裡頭小公主啊 對不對 對 有公主病 你不要講那麼直接 你這很不會講話耶 生活互動少 夫妻溝通靠算命 張老師已經習慣於就是 他沒有在想我要跟老婆小孩說 沒有...我也不說 我就跟張太太講嘛 你每天去找她算命嘛 不... 我已經算了12次了 沒有人講準 她還要付錢的耶 對 我說妳... 她說我那天不辭成不對 我說那妳給我排... 排一整天 我付妳錢 張太太是一個 活在自己世界裡頭小公主啊 對不對 對 有公主病 你不要講那麼直接 我以前剛認識的時候 很可怕耶 真的嗎 我跟她講話 她問我什麼語氣 什麼語調 什麼眼神 什麼態度 她也比較左後方你知道嗎 是女皇啊你啊 是女皇 不是 這樣你吃這一套啊 所以你才娶她 沒有 婚前完全吃 婚後就稍微調整一下 所以... 對 這就是... 這就是每一個夫妻啊 婚前你都吃這一套 對不對 婚前都是OK的 婚後為什麼不OK呢 婚前喔 特別是要談戀愛的時候 多巴胺 一分泌 兩個人什麼都是好的啦 對 但是長久以來 如果長期相處 兩個人都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還是要配合 我尊重你 你尊重我 像太太享受在這種關係裡面 她慢慢鋪陳 你有些時候 不要那麼快打斷她 因為你知道打斷她 有些人會覺得會嚇起來 會覺得會嚇起來 會覺得很不受尊重啊 對 但是先生也有那種任務取向 或者是成就取向 沒有 你講話也慢一點... 講話也講短一點 講重點 不要一直不承... 其實兩個人都要往中間靠 對 已經結婚18年 你覺得人可以改嗎 醫生 人可以改 動機很重要 你要是沒有那個動機 別人叫你去改 那個都不會持續的 是 好 我想問一下詹先生 因為今天詹太太也來 她一直在我們節目裡 在每一個節目裡 她都說她沒有睡在房間裡頭 從結婚的那個... 那時候你還沒出生呢 是不是 我不知道她會打呼 而且很嚴重 那我婚前是睡雙人床 又想滾來滾去 那多了一個人 婚前真的是公主耶 睡雙人床 多了一個人 然後她又喜歡抱我 然後我就整個人撥人呼吸 等一下又... 然後我腿都快破了 但是剛結婚我很忍耐 我想說這樣子跟她講喔 很傷到她的自己 結果後來我忍了一個月 最後我發飆了 我就起來說 我快瘋了 八點檔... 然後後來... 我都不能讓我 妳就... 對 後來她自己自動的就... 我走 就把枕頭跟被子這樣拖... 拖到我的書房去 後來就一直分床分床 後來那時候 我看到她的背影的時候 我有點想掉眼淚 因為我覺得她好可憐我 真的 這讓我怎麼沒聽過 什麼時候莫哥特的臉出來 但是妳還是沒有辦法 那時候她打呼吸 我也沒聽過 心白反 我還有拿沙巴掃我出去 沒有...我一反過來想的話 我還是為自己比較好 免得我瘋掉 對 都睡眠不好 又帶小孩很辛苦 我們就分床分床 不是只有瘋掉 會瘋掉 會瘋掉是不是 我還有研究報告 就因為同樣 比如說都是固定睡一邊 所以睡久了之後 那有一邊耳朵聽力會受死 妳幹嘛 多愛妳 等一下 你最好不要再多講下去 我覺得妹的臉色變了 來 妳把媽媽吵架的時候 妳覺得兩個人誰比較厲害 吵架 厲害喔 厲害的話 媽比較厲害 對 她是就是非常大聲 然後一直講... 然後講到裡面 有空隙可以擦那種 那妳爸爸都沒有話講 我爸聲音抵不過他 然後就是我媽還會很生氣 走掉的時候想到 然後又回來再罵一下 這樣漏掉了 對 所以如果中和所述 各位可以看到 現在詹太太是比較紅 對 所以表示說剛剛也是阿滴比較紅 所以反而是比較紅的人 他會去壓抑自己 那整個這樣爆發出來的時候 比較可怕 所以晚上睡覺喔 太爆發 搞不好拿什麼鐵錘什麼之類的 或剪刀之類的 其實喔 我想可愛喔 爸爸在妳小的時候 他是比較忙對不對 對 妳比較少時間看到爸爸 對不對 那妳對爸爸了解多嗎 現在比較了解 最近比較了解 最近才比較... 剛認識... 剛認識 那最近妳跟媽媽 會不會對她比較印象有改觀 我不知道我媽 有沒有對她印象有改觀 可是我對她 我覺得最近比較能諒解她 妳還長大嘛 正常的 真的喔 比較能諒解爸爸了喔 這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 開始會體會到爸爸比較... 爸爸的辛苦 然後開始比較能夠體會到 理智的那一面 都給得多 好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 比較殘酷的問題 妳的零用錢爸爸給得多 媽媽給得多 就是都是由我爸處這樣 就是婚前已經講好了 誰該付什麼錢... 這樣子 然後她的錢我不管 我就是妳給我薪水 那我買什麼東西 妳覺得...都不要問 我老婆嫁給我的時候 這裡有肉 純紅齒白的 我現在就沒有肉嗎 我現在就不純紅齒白的 妳媽媽這個時候的表情 就很像八點檔 我現在沒肉 殺氣 殺氣很重 對 殺氣很重 對 而且她還背著她 然後這樣歇一下她 為什麼 不能 但是我要說 其實啊 大家都覺得 張文東是很幽默 其實多半這樣子的人 在家裡其實不是的對不對 對 那爸爸在家裡是什麼樣子 就比較... 因為他回來比較累啊 然後就比較 我覺得回家先泡個澡比較好 先放鬆一下 可以讓自己放鬆 對 覺得很多事情我在外面 話講的也多了對不對 所以張太太 妳會覺得寂寞嗎 有時候會覺得我好像是那個 單親家族的感覺 好可憐喔 對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先生 有...真的 因為小孩子是 從小我一手帶大 然後他一直都很忙 張老師的工作跟家庭沒有分開 他腦子其實24小時在工作 在工作對不對 對 對 而且他回到家還叫人 要看他的電視 真的 是不是啊 然後人家會被自喊 他就自喊 這樣好笑 對 自喊沒有分 你們沒有人要看他節目 你們沒有人要看他節目 一個要看 一個要節目 我還要再說 兩方面 其實還是要往中間聊 張老師就是那種高成就取向的 所以他滿腦子都是工作 成就 然後他在外面 他一定是全心全力 全力以赴 所以他回去就burn up 他也沒有力去跟太太跟家人 這個經營關係 其實你還是要留一點力氣 有... 就是或者是特別播出時間來 跟家人相處 是單純的相處 你不要再想其他的 我想吃飯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這個吃飯啊 家人一起出去吃飯了 你在車子上等 其實這是一個很不好的行為 對不對 對 主要是我覺得張老師 已經習慣於就是 他沒有在想我要跟老婆小孩 說什麼 就說你平常就要培養那種 關心的態度 跟知道要說些什麼 所以啊 我就跟詹太太講嘛 你每天去找他算命嗎 沒有... 那關心跟我們一般講的關係 我苦在哪裡啊 沒有... 我已經算了12次了 沒有一張準 他還付錢耶 我還付了 我說你... 他說我那天時辰不對 我說那你給我排... 排一整天 我付你錢 這也是窩心症的情趣對不對 對 但是我剛剛講的 張老師不同意 就是說你的關心必須要是 聊天室的關係 你不要讓人家覺得 有壓力的關係 或只是去滿足對方需求的關係 我覺得其實張老師 是屬於那種 我已經給你把房子弄好了 我讓你們去哪裡玩啊 我賺很多錢讓你們回來啊 你們不適合就好像已經做到做先生 或者是做爸爸的這種 好像責任的 其實是差一點點對不對 只顧慮到物質 重點是你的另外一半需要什麼 當然需要金錢 當然需要房子 經濟的穩定 可是他另外一半還需要關係 還需要聊天 還需要talk talk 這個很重要 可能兩個人手牽手 什麼事情都不做 就去散步 我他有個好處 我娶他的時候 我開了一部三萬塊的三洋汽車 中古的 那個兩邊的板筋都有水會晃 是 好棒喔 他媽媽說你這台車還是車 他還要叫爸媽去 他媽媽說這是車還是船 旁邊都有水 嚇壞了吧 很窮 所以我就想說 人家可能認為希望 我能夠多賺點錢 然後過好生活 所以我就喜歡多工作這樣 因為他認識我的時候 是他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但是老婆在你最低潮的時候 你嫁給他 其實他會記得你的那個恩情 但是並不是說只給好生活就可以 對啊 他那時候還願意跟著你 代表他就是 對 他是重視那種生活情趣的人 雖然結婚了已經18年 但是關係還是可以改善的 謝謝 謝謝 三位周恩皮感情夏朱姐 慘遭黃仲坤狠狠打敲 你老婆可能是希望 生活有一點點規律 買東西吃 比較好的 你是便宜就好 有錢人叫做有才氣 可能花錢人叫做有福氣 你怎麼每次發財有錢 對啊 是... 我是藝術家嘛 我是文學家跟作家 你不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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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對的關係非常的特別 其實錄錄認識黃仲坤的時候 非常的年輕 只有21、22歲 那黃仲坤那時候 已經是大明星了 但是也差不多39歲對不對 還不到39塊40 快40了 那時候你一定覺得 他是一個很懂 一切都是很懂的 婚前你看他的優點 可是婚後也許他會變得缺點 譬如說我婚前跟Michael 他就是一個很外風 很浪漫 他可以帶你去屋來 然後帶你去山上 然後你就覺得好浪漫 可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紀 我結婚了 然後嫁給他 然後你... 我就不想曬太陽了 對 就是成長了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是到著成長 對 我覺得黃仲坤是 越來越像小孩 密林嗎 密林 密林 所以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非常不一樣 婚前那時候覺得去露營啊 很浪漫 去山上啊 好好玩 現在 我好難忘喔 真的 我們在露營 在一個小溪邊 然後到了小溪邊呢 那個螢火蟲多到就好像 那個童話故事裡面 種夏葉之夢一樣 然後牠就在那個月光下 在那邊洗澡再沖澡 我就想... 講太多了吧 在哪裡 我們很想去看啊 在溪邊 在溪邊 大自然 很想太多 22歲的人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終於找到了 我夢中夢寐以求的另外一半 陪著我這樣子在山裡 因為牠很浪漫的人 那那個時候我小女生 小女生哪一個不浪漫 對啊 那久而久之我們... 我們已經... 妳對我來說其實 永遠是小女生啊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妳現在隨著我們 組成一個家庭 然後也有小孩了還是怎麼樣 但是妳說妳成長了 我也成長了 但是我們兩個年齡的差距 還是永遠在那邊 所以我等於是看著她 一直長大... 所以有些事情 妳不要急 我覺得曾老師想講一些什麼話 對 老師想講的 好 讓黃醫師再講 其實我們要想 妳要過家法人生還是減法人生 家法人生還是減法人生 不一樣的年紀啊 我現在是過減法的人生啊 是不是這個意思啊 不是 你在想辦法 讓自己過家法人生 所以你在煩惱環同 你在享受以前 你不能享受到一些樂趣 不是 我的體驗是 我在過減法的人生就是 我的生活越來越簡單 我現在最常做的就是 把家裡的東西清出去 就是... 這不是我做的嗎 老師妳知道 不是 所謂朋友現在也是越交越少 越少 所以我不太懂 可能我們的定義不太一樣 所有家法人生就是說 比如說我接受我現在 比如說好啦 之前很浪漫嘛 如果我都想著以前浪漫 我的人生是減法啊 但是妳現在就是 好 我把現在很不浪漫 當作零分 然後黃大哥多做一點 LuLu也多做一點 然後讓他一直加上去 妳這樣才會越來越快樂 不 因為喔 其實喔 人到了某一個年齡 小孩到了某一個年齡 工作到了某一個年齡 其實是沒有辦法再過 以前那樣的生活 所以啊 評鑑夫妻百事哀嘛 既然是夫妻 妳還沒妳的成功了 我突然跳到這裡 她還在閃一閃 就是錢 妳滿腦子就是 跳到這裡 好跳痛 好跳痛喔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黃仲坤 其實是一個天生是浪漫的 他天生 他認識我的第一天 他就把他的CD拿給我聽 然後其實基本上我是一個 腦子比較理智的人 然後但是我就想說 這怎麼會拿這個給我聽 可是還放進去的時候 就一聽 慢慢聽 還真的會被洗腦耶 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好像不錯喔 好會唱歌 好像不錯耶 就是慢慢地被洗腦 真的 所以我覺得浪漫的人 有他的魅力在 我覺得我就是被他那個魅力 所吸引了 其實你看他最近演的戲 跟魏曼演的婦女 他演一個爸爸 其實那個戲很... 很令人感動 很入戲的 在演戲當中 我覺得是一個好演員 他一定有他敏感的地方 但一定他有敏銳的地方 但也有一點點在生活上 你知道 我沒辦法 他真的是藝術家 他的藝術家是沒有標準的 對 他是無藍油 他今天怎麼樣 你要完全看他的心情 對 他是沒藍油 今天他突然想穿了一個牛仔 他就穿一個牛仔 他今天想穿超級男人 就穿超級男人 他上一次還穿一個紅色內褲耶 他今天可能是來小燕姐的節目 他今天穿的衣服是算多的 可是我所謂的... 我是藝術家 其實因為我一直都在做表演工作 然後其實我在做表演工作 因為我射手座的個性的關係 我不太喜歡我自己是一成不變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 民歌四十的演唱會 或者是在西洋音樂的青春旋律 或者是在八點檔的閩南語 或者是什麼舞台曲 對 我就是沒有辦法 固定是一個樣子 那這個就是我在想 這就是我的天分 就是一個老天他 讓我有這樣子的天分 因為我有這樣子的天分的關係 我的觀眾就有各式各樣 不一樣的人 但是我的觀眾 都從我的表演上面 可以得到快樂 開心 育樂 所以你老婆可能是希望 生活有一點點規律 買東西吃 比較好的 對不對 有機的 對不對 你是便宜就好 人有的吃就好啊 這個可能跟我的成長的原生家庭 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媽媽85歲嘛 我兩個姐姐 一個妹妹 到了一個年紀都結婚 都嫁人了 所以我就是跟我媽媽在一起 那我媽媽就是因為有經過抗戰 所以她在物質生活上面 她就過得很節儉 那我會念她 但是我發現我自己不知不覺 也變成她 我的行為模式是跟媽媽特別像的 那有一次 明明就是菜已經吃不下了 我就說拜託你 阿婆啊 不要吃啦 你吃吃就不要吃啦 我媽媽會看這一集 我媽媽會看這一集 但是我媽媽那天的回答 讓我自己又很感動 你媽媽回答什麼 我要不要介紹哈琳給她 她跟哈琳的習慣是一樣的 不是 我媽媽是因為她說 她躲防空洞啊 八年抗戰啊 她在成長的階段是這樣 那我叫她東西吃不完 要丟掉這件事情 她居然是眼睛寒著淚跟我說 阿琳我就是做不夠嘛 那東西吃不完 你給我當特殼 我就是做不夠 那我就懂了 那我就懂 因為她從小她就是受這樣的 所以我就常常 那她從小沒這樣她也這樣 所以就受了媽媽的影響吧 所以很多東西我總覺得 如果沒有壞掉以前 不要丟掉這樣子 要不然就不要再買嘛 這樣子 但是這真的是人要改變 人真的要改變 你要怎麼樣去讓自己生活 過得快樂 真的要改變自己 是... 像黃大哥還是要重拾浪漫 對啊 黃大哥 你要記得 你沒有八年抗戰耶 你媽媽八年抗戰 你並沒有 不用每天浪漫 但是少一個月浪漫一次 而且你現在跟著的是一位 很嚴謹的她對於養生 對於健康這件事情 很重視的老婆在一起生活 所以你們兩個就要互相 應該這樣講啦 有錢人家都有才氣 你怎麼每句話都還有錢 對啊 你怎麼會這樣夫妻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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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好 你是藝術家嘛 我是文學家跟作家 我不曉得 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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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人家都有才氣 你怎麼每句話都還有錢 對啊 你怎麼會這樣夫妻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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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夫妻百姓 講的話都是一樣的是不是 不過還好 你是藝術家嘛 我是文學家跟作家 你不算 我不曉得 你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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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曉得你還曉得 對 我想明天我在文學家 就變得會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 今天我們談起來夫妻 三對其實跟最重要一點 都是 習慣啊 還有原生家庭 因為她的原生家庭 跟我原生家庭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是從小 我們家就是比較... 很富裕他們家 現代的家庭 比較現代 然後我媽媽可能就說 吃不下 那不要吃啊 不要... 吃不下就不要吃了 然後過期了什麼這樣這個 絕對不要對不對 而且我媽媽說 東西半年沒用 你就必須丟了 因為你也不會再用它 真的 所以這個觀念很不一樣 所以就變成說 有時候會有在這上面的 一些小摩擦 就是在家庭裡面 已經有管理的觀念了這樣 就是傳統的家庭是管理的 東西就一直堆... 因為物質不... 不是那麼豐富 我又發現有時候 她媽媽... 打開她冰箱 還有民國75年的罐子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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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找一找不到 我告訴你 以前我爸爸 我媽媽就是覺得 這鞋子穿得不好 底部還根不好就丟掉 我爸爸會當在後巷裡頭 再把它拿回來就丟掉 這還好啊 小燕姐 她也是 是不是 你知道我枕頭 只要半年我就丟 因為我覺得枕頭必須要... 乾淨嘛 乾淨 然後或者是結果她會去... 就睡一輩子的東西 妳不是用 我來用嗎 我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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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家庭告訴你 一處理都是枕頭 她一定晚上睡十個枕頭 因為她都捨不得丟 然後我想說 我現在半年一年就得丟了嘛 牙刷三個月就得丟嘛 那像我的觀念是 漱口碑三個月也得差不多 不要換一換 都要換新嘛 這是我的觀念 這是她的觀念 不是 可能因為我的戲劇工作的關係 其實我的戲劇工作 我的角色是非常的精采 我大部分都是演 有錢到富可敵國的總裁啦 這個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這個毫不關係 演戲是另外一個人生 實際的生活拜託你 不要一直撿垃圾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已經看透了人間的那種浮華了 所以睡一個救枕頭 算什麼對不對 夫妻啊 其實沒有什麼真正的對錯 是 你吃得辣一點 我吃得甜一點 我想整理一下你想怎麼樣 但是如果要在一個屋簷下 各讓一步 是 而且兩個人都能夠接納對方 對 然後呢 慢一點 慢一點 您快一點 好 罵他的時候少罵兩句 對不對 那但多花點時間 對不對 兩個人呢 你也別丟太快 對不對 你也不用接納 對 兩個在一起一定都是緣分 其實如果想在一起 我覺得一定要各讓一步 我覺得 除非你真的不想在一起 沒有... 到底想說什麼 好 這裡還有一些9月27號 在台中的Legacy 黃仲坤有個中秋浪漫演唱會 好 在台中的朋友 可以去台中Legacy 來看黃仲坤的中秋浪漫演唱會 謝謝 謝謝